欢迎收看板田战法 7月18号台北股市出现了8265的高点 那当时我在这边跟大家讲说我个人的看法 接下来台北股市会进入相形震荡的整理格局 那么这里面讲究比较是个股的一个表现 那我说台北股市大概短高呢 就是以8265抱歉8265为所谓的一个高点 那低点的话就是以半年限 那接下来会走一个震荡的相形格局 那在这个相形格局当中呢 重股票轻指数是看个股的表现 那我想台北股市从这几天一路下来 各位可以看到我们所讲的每一个观点 或是每一个证据它都不断的印证 那为什么7月18号这个地方的8265 我开始跟各位讲接着会进行一个相形震荡格局 高点在8265低点在半年限这个位置 好在这边相形震荡格局 其实最主要原因是这一波台北股市 过去连续14天以来 你看到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 只要外资是买 政府就一定是卖 只要外资是卖 政府就一定买 那既然所谓最大的两个 我们所谓市场的一个所谓力量 最大两个力量 那一个买一个卖一个卖一个卖 那这个行情就会陷入一个所谓中线的 相形震荡整理格局 台北股市在今天礼拜一 它照道理说是沸泼南西续转折的第13天 正常来讲这个地方若能补出1000以上的量 它还有续工的实力 如果没有补出那很抱歉 这13天的转折就叫失败 然后接下来会走21天 也就是台北股市最快最快 在未来的7个交易日以内 那它还是在走一个所谓整理的格局 那这里面是所谓的一个 重股票轻止数个股的表现 还是没有任何的改变 各位为什么会这样子 你看这是台北股市的八大关股行库 这是八大关股行库 在过去这14天以来 这个地方我们如果把这个轴定 调为8000点 8000点 你可以看到在8000点以上的时候 其实基本上在8000点以上的时候 政府的八大基金 它是站在卖方的 除了这天7月19号 它重挫的时候站在买方 而外资在7月19号这天 它是站在卖方的 它在卖方 过去这14天以来 它都是买 只有这天卖 重挫的时候它是卖 而政府基金在这天重挫的时候 它是买 红色这条线 它是一个收盘价 每一天的收盘价 你可以看到在8300 8400点内波下来的过程 政府是分批的买 特别跌破8000的时候 政府是大买 来到7663最低 政府是大买 然后8000以下往上冲的时候 它冲得越高 政府卖得越多 这两个在所谓的一个 对坐的情况之下 就会造成说台北股市这个地方 上也上不去 下也下不来 这地方是一个趋天震荡 整理个股的表现 这是我们今天早上 今天早上8点25分 台北股市这是我们今天早上8点25分 我们所给各位的第一个讯息 就是说连续14个交易日 政府基金完全与外资对坐 行情陷入8265到半年线 相形整理的格局 这里是个股表现 低进高出区间操作策略 在这边区间操作策略是不变的 各位从过去这一路以来 我们都不断的验证 百年账法的教材 所给各位的答案 就说你在这个地方 你即使几涨大拉 你可以不要选择买 甚至可以站在获利的条件卖方 但是拉回量说 来到相对低点的个股 你一定要敢买 因为这是一个区间 震荡整理的格局 也就告诉各位 跟着千万赚百万 跟着千万赚百万 跟着乞丐会要饭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其实市场上 我们常听说二八理论 二八理论就是说 真正能赚钱的人他不超过百分之二十 百分之八十的散户 用自己的观念 用自己的想法 或是逆势跟着大盘走 比如说涨的时候去追 跌的时候去杀 这种追高杀地的方式 他绝对赚不到钱 而台北股市从过去这一路以来 各位可以看得很清楚 当时从所谓7663一路上涨 我跟你讲说外资偏向站在买方 各位就站在买方 到了7月18号的这一天 台北股市来到8265 我跟你讲说 在这个阶段当中你看到了 有没有 政府在这个地方 八大关股行库 你涨得越凶他卖得越大 你涨得越凶他卖得越大 可是你跌破季线以后 来到8000点附近 他就开始站在买方 所以因此在这个阶段当中 区间震荡的行情当中 各位转折你一定要抓得出来 你一定要跟着转折走 也就是说意思就是要跟着大户走 大户是什么心态 你就跟着什么心态 那从7月18号开始 就很清楚的跟大家讲说 这个行情大概就是一个 区间震荡个股表现的行情 那因此在这个阶段 我们就开始了 告诉大家如何选股 跟所谓的一个操作策略跟方向 这个地方我们特别强调是 在现阶段选股要注重三个趋势 第一个是什么 哪一种产业是反转向上的 哪一种产业是反转向上的 第二个是哪一种股票 它的营收是成长的 第三个是 有法人操作的股票最好 那过去在上上个礼拜开始的时候 我们曾经有三档股票 让各位来公开的一起分享跟验证 哪三档 第一档叫做4114的剑桥 生物科技的股票 第二档2455的全新 4G的概念股 第三档8121的怨峰 蓝宝石金棒 苹果iWatch 智慧手表的概念股 我们在这边曾经做过公开的赠送 主流的这个标股 让各位一起来分享 这个所谓专业性的一个操作 就等于说是做产业 不是做股票 做产业不是做股票 记不记得当时4114的剑桥 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那一天上上礼拜四的时候 我们曾经跟各位讲说 欢迎来免费的索取 赠送此档生计股 第一次公开的赠送 各位可以看到 当时我跟各位讲说 因为生计股的下周将粉末登场 因为它有所谓的生计展览月 生计月 那当时股价在35.9 从第一档的转折345 我带我的会员带买到359 36这附近 可是三天过后来到了40块 甚至后来还创新高来到40块1 一个底部起涨 然后涨到高档 再做横盘整理 这个就叫做趋势的股票 我想当时 你有来免费索取这档标股的人 我想你都可以公开验证 我们所跟你讲的每一句话 那第一档就在所谓的剑桥 告诉你 它是盘面的重点 那接着我接着 几乎都谈两个产业了 第一个产业叫做市基概念 为什么谈到市基概念 因为台湾的3G市场 要转到4G市场 4G市场非常的不成熟 所以这是一个未来趋势 不管是未来4G的一个 所谓的传输的速度 或是因为智慧手机 跟平板电脑 使用的这些所谓功能 需要更强 速度更快 因此台湾有很多的 4G概念股寓意而生 因此2455的全新 外资几乎每一天都买 甚至包含了8121的月峰 苹果的iWatch 都是盘面主流 记不记得当时的振兴 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在第二次公开的 赠送标股给你的时候 我曾经讲过 希望来电告知你 与我同步 在这个地方标股 然后当时股价的位置 各位可以看到 我说它是一个 三重底的股票 从月线的角度来讲 它是一个三重底的股票 从技术面的MACD来讲 中期的所谓的一个MACD 即将做一个翻证的动作 我记得我那时候 在现场的节目当中 我还用硬币把这个当时 我介绍价位的最低点 把它刮出来给各位看 它是31.5 它是31.35 它是31.35 当时股价在这个地方 股价在这个地方 31.35这个地方 开始做一个逐步向上提升的动作 逐步提升的动作 抱歉 那个时候我们讲的是全新 2455的全新 在这个地方 31.35公开的跟你讲 到前两天记不记得 来到36.2的时候 我曾经跟你讲说 这个阶段 全新的基本面跟你讲很清楚 然后告诉你说 这个地方我们过去怎么样 在这个地方不断的做买进的动作 然后在这个地方 到了所谓的一个 当天来到36.2的时候 告诉你这个地方 做一个市价获利卖出动作 当时股价在多少钱 36.1 那这两天我说过了 它拉回到这 我们再重新买回 好我也在前两天公开跟你讲 拉回到这 已经是第二次重新买回 第一次的时候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印象 在这个阶段上涨的过程 我不断的告诉各位 你要站在买方 这个地方当时的KD是怎么样 是来到87 我说短线会拉回 拉回的这两天 我再重新的启动 第二次买进动作 为什么呢 各位因为它的股票 在这个地方外资连续性的大买 你可以看到连续性大买 它正在复制什么 2356 有没有 当时的英页达 也是这样子 外资连续性的买超 更离谱的是 在这四个月当中 各位英页达你知道吗 外资买超了25万8千多张 买了25万8千多张 所以我在当时跟各位讲 唯有做这种所谓趋势的产业 或这种主流的股票 你才会成为最大的赢家 那当时送给大家这些资料的时候 可能当时很多人喔 不太相信我们讲的话 各位你今天回过头来看喔 在当时喔 我跟你讲说 台北股市接下来是在这个 相形震仗整理的格局 你回过头来看有没有验证 然后当时在这个地方 我跟大家讲的说 不管是包含大力光也好 不管是包含了 英页达的复制模式也好 一直到所谓的一个 245的全新也好 各位你可以看到 它都在复制这种所谓外资买进 产业反转 营收成长的股票 你看过去这四个月以来 外资买超它13259张 然后呢 你看过去这四个月以来 外资买进了英页达 258550张 股价一路的向上狂奔 所以我在这个阶段 一直提醒大家就说 现阶段喔 各位你一定要跟着主流的趋势股票走 那不管包含当时的剑桥 包含了全新 甚至我们第三次公开赠送给大家的这档 智慧手表的月峰 当时讲的时候34.2 有没有 34.2 然后接下来呢 讲完之后掌停板锁使 告诉各位持股续报 告诉各位持股续报 然后接着呢 到了有一天早上9.05分 我们先做市价获利卖出的动作 各位记不记得 那天在这个地方 那天它的股价9.05分在41.5 41.5这个位置 有没有41.5这个位置 然后接着拉回来的时候 我还告诉大家说 我们启动了第二次买进的动作 在38.4到39块之间 再重新的布局 因为智慧手表明年出货将暴增10倍 所以我们第二次做布局买进 各位它就从38.4 又涨到了45.2的最高 甚至到今天涨到45.2 前几天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有没有跟你讲说 我们把高级期的换到低级期 换到哪一档身上 赵远 4944的赵远 各位可以看 我都没有说任何的谎 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赵远 今天在逆市的大涨 当时是在27.3 今天28.25 所以我为什么跟各位讲说 从过去来一直跟各位讲 不管是智慧手表 不管是所谓四基的概念股 这个阶段请你跟着我们的脚步 在这个地方做一个布局动作 这是当时有没有 当时的一个81月峰 81212月峰 改到赵远身上的证据 全真七指有没有 都公开的跟各位讲 这档就叫赵远有没有 当时我跟你讲 营收不断的往上成长有没有 股价在这边是形成一个三重底 如果你去看当时这个地方是27.3 今天又跑到多少 又跑到28.25做收 所以我从过去以来 我一直跟大家讲说 不怕你不来就怕你不敢来 那在这边不断的验证我们的话 那今天呢 我们一样有两档 是属于底部起涨形态的股票 要跟各位再一次的做分享跟验证 那么有兴趣的人 你要仔细听 如何的跟着我们脚步 在这个地方提前去布局卡位 而这些所谓的底部起涨的股票 我们都选择了包含三个利基 第一个 产业趋势反转向上 第二个 最好兼具的法人 所谓不断的布局买进大买的股票 我想这些的标股 从过去我们一一的公开 这个验证 公开的验证 今天我们要再做一件事情 两档的标股 乘责邀请所有的投资朋友 一起来再度公开验证 真的不怕你不来 就怕你不敢来 放马过来 一一再度验证 今天两档标股 欢迎来挑战 时间关系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下个阶段回来告诉你 这两档股票的基本面跟技术面 为什么在这个地方 你一定要提前布局 我们休息会进广告 马上回到现场 听见亚新机构董事长 对梦想的坚持 在一千多坪的土地上 只种下一栋建筑 将空间留给了阳光 景观和大树 所有细节都为了创造一个 回家的感动 新装正度新 一顾一梯听 雅新线上 8521-8111 最及时的股市讯息 最专业的投资分析 最顶尖的股市名师 都在顾德投顾新版网站 及手机APP 关键字搜寻顾德一投顾 第一手资讯尽在顾德 免费服务热线 02-2579-1155 2579-1155 一家值得您托付一生的投顾 顾德投顾 顾德投顾成就您的梦想 完成您的愿望 在投资的路上 指引您走向成功的方向 最专业的投顾 顾德投顾 入会咨询专线 02-2579-1155 02-2579-1155 最及时的股市讯息 最专业的投资分析 最顶尖的股市名师 都在顾德投顾新版网站 及手机APP 关键字搜寻顾德一头顾 第一手资讯尽在顾德 免费服务热线 02-2579-1155 2579-1155 师父 欢迎再度回到板前战法的现场 那么今天我们要讲两党呢 那种技术形态呢 产业呢都是底部反转的股票 那我觉得这类型的股票 最重要的一个观念 都一定要提前布局 可以波段操作 像过去我们讲的 2455的全新 像过去我们讲的 4114的剑桥 像前阵我们讲的 8121的月峰 其实都是要把握这个机会 你看到当时的剑桥 我跟各位讲的时候 它股价在这个地方 3.2涨到这个地方 你看到当时2455的一个全新 它当时股价在这个地方 前两天创新高 来到36.2 我有没有清楚的跟你讲 短线KD到86 87 按照百年战法的操作 交战守折的密集 这个地方会有拉回的机会 那过去第一个阶段 你没有参与的人 这次拉回来 你一定要重新布局 为什么 从月线的角度 你可以看到 从月线的角度 我给你看 你可以看到 这是一档所谓的 底部起涨的股票 从月线角度来讲 这是一个所谓三重底 底部起涨的股票 那更重要的是 在这个阶段当中 你可以看到 我先把这指标 油掉 然后你可以看到 这下面这个阶段当中 我直接跟你讲 你可以看 三大法人 外资的买卖超 你可以看 这四个月以来 这四个月以来 在这所谓三重底的地方 在这所谓三重底的地方 四个月以来 买超多少张 各位你看 这个地方是多少张 来 这个叫做 6522 这个叫做 2747 这个叫 2331 这个叫做 1659 加起来是 12000多张 13000张左右 外资债券 连续性大买 所以过去以来 我一直跟各位讲 你要把握的是 怎么样去从底部进场 那么波段式的操作 那你可以看到 在这个阶段当中 有没有 过去我们所介绍的 不管4114的箭条 有没有 这个地方到这个地方 然后呢 8121的月峰 这个地方 有没有 33.3 一直涨到这个 所谓41.5 卖出 38.4再买回 再创新高 换到了4944 换到4944的造影 当时大概在27.3 今天28.5 我说当时这个地方 是一个W底 有没有 一个W底 今天开始往上走了 有没有看到 然后甚至2455的全新 有没有 当时在这地方 给各位介绍 然后创新高 告诉你短线可以卖 拉回来重新买进 各位我们都是拿40来验证 前几天 我们在做一档底部的股票的时候 我们曾经把这个东西 告诉各位 一定要把握时间财 那这档股票 我当时也在这边 公开的跟你讲 有没有 所有的基本面 在这地方告诉你说 它叫做497的英特雷 当时跟你讲 它所有的营收获利 跟它所有的产业 它的情况 还有它的利基 在什么地方 为什么最近这些产业是热门 各位当时我带你买的时候 买在哪里 买在72.5到72.9 两天的时间 涨到81.1 涨到81.1的时候 我曾经公开跟你讲 我们选择站在获利卖方 资金再重新的 转回那种低基期 因为最近的股票 它是一个区间震荡 各位低你一定要敢买 高呢捨得卖 来回区间操作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我才能跟各位讲说 做对产业 做对主流 永远朝着对的方向 岂能不赢呢 那就看你怎么去选股 当时我们在这两天 所公开送你的这两档股票 第一档三重底的股票 KD黄金交叉 你可以看到今天再过新高 今天再过新高 一样是往上涨 然后第二档股票 前两天跟各位讲 苹果智慧走机四季的概念股 这档股票 也是三重底的股票 MACD连续三个月翻正 是一档标股 今天也一样是债过新高 也是短线债过新高 为什么这些股票 都能够在底部起涨 不断的创新高 这些都是我们买进的证据 都是买进的证据 为什么呢 各位就是因为 它是属于四季的一个概念股 跟所谓的 苹果智慧手表的概念股 那这就是我们不断的跟各位讲 从过去你可以看 我们在这边所跟各位讲的每一档股票 包含了4114的剑桥 包含了245的全新 生计股 四季概念股 8121的月峰 再换到4944的一个赵远身上 以及前两天 在这个地方 换到赵远那时候27块多 然后呢 英特累 讲的时候买进的时候 72块多 两天走到81块7 前两天告诉你的 这两档第一档的股票 今天都纷纷创新高 前两天告诉各位 这两档的股票 今天都盘中纷纷创新高 为什么会这样 各位为什么 因为我们不断的跟你讲 这些底部7档的股票 或许你上个礼拜来不及 但是我跟你讲过了 操作的观念是这样子 如果你今天跟对产业的人 你才能够真正赚钱 如果你今天买错股票的人 或许你会赚指数赔价差 或许在这个阶段 都轮不到你的股票涨 但是跟对产业 做对股票有什么好处 就像跟着蜜蜂一样 你会找到花朵 跟着我们 你会找到财富 因为我们在各位所做的 都是一些产业的观念 从过去我们讲的 生计股的剑桥 从过去我们讲的 2455的全新四季概念股 从过去我们讲的 这个812的月峰 8121的月峰 以及到前两天 72块多的这个 我们已经跑了第一趟了 英特雷 有没有 497英特雷 两天时间从72块半 直接跑到81块多 这两天有拉回 我们又会展开 第二次攻击的行动 前两天的时候告诉你说 跟着蜜蜂你会找到花朵 跟着我们你会找到财富 特别提供了各位 掌握一个新的机会 今天我们有两档的标股 一样要让各位公开来验证 如果上个礼拜 你在这个地方 没有跟进的人 包含了过去 我们在这边讲的 每一档股票 你可以看到 当时我在这边讲的 不管是剑桥 全新 月峰 甚至到这个地方 所公布给各位的 一个叫做英特雷 72块半涨到 81块1 甚至包含前两天 在这个地方 跟大家讲的 底部起涨的股票 今天都纷纷的再创新高 这是月线 都沉着邀请你 跟着我们脚步 甚至苹果电脑的 智慧手表 跟4G的概念股 有没有 在这个地方 三重底的 今天都再度践新高 今天再度践新高 这些都是月线的K线图 如果说你在这个地方 没有跟上人 我们今天再提供两档 第一档股票我先声明 这是一档底部七档的股票 外资近期 大量的买超股票 外资近期大量买超股票 我希望所有的投资者 你能够跟着我们的脚步 再度来公开验证 第一档股票 我先跟各位报告 这是一个鸿海家族的股票 我直接挑明跟你讲 为什么要去买它 因为大底即将完成 MACD开始准备翻证 这是一个中多的标股 希望你好好在这边把握机会 那它是在这个地 这是第二档股票即将复制 应业达模式 第一档是鸿海家族的股票 我先提醒你 即将做一个中长多的走势 中长多走势 在这个地方一定要提醒大家 即所谓的前面所讲的剑桥 全新 月峰 以及前两天债券 跟大家讲的这些股票 有没有 今天分分都创新高 如果你没有跟上的人 甚至四季概念股 在这地方 如果你没有跟上的人 你一定要把握这档新的标的 今天再度的恳请你来公开验证 甚至前两天有没有 这个底部反转的股票 有没有 497的英特雷 72.25 72.5 涨到两天涨到81块多 那这档股票 鸿海家族 底部反转 中长线多方的架构 即将展开 如果你想跟上我们脚步的人 今天绝对不要客气 欢迎再来公开验证 那第二档股票呢 它是一个复制 复制音业达的模式的股票 为什么叫做复制音业达股票 各位你看这一波的音业达 在外资的整个买超的情况之下 从13块5 涨到最高的23.55 而这档的一个标股 给你看到 这是外资买进的动作 外资买进的动作 那股价也是从低档的反转 那在这个地方 如果你想要公开验证 有兴趣的人 欢迎你来加入我们的行列 想要提前的布局卡位 这外资持续买进的大股票 这个所谓买超股票的人 或是在这边底部 即将刚刚起涨的人 都欢迎你利用 节目中广告咨询的专线 来电跟我线上注意的联络 我们今天全面开放 同时这两天 你要跟我们加入我们行列 跟着我们参与操作的人 将免费的赠送你 板田战法首篇 板田战法的第二集 跟板田战法的第三集 全套的教材要免费送给你 再度的强调 跟着蜜蜂 你会找到花朵 跟着我们 你会找到财富 两档标股 第一档 红乃家族的标股 第二档 复制所谓的一个 音乐达成功的模式 外资大量买超的个股 在这个地方有兴趣的人 节目中广告自行专件 把握这个机会 欢迎来再度公开验证 也祝福你 操作顺利 明天同时间再会 拜拜 您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别让一时错误的行为 造成两个家庭 终生无法弥补的遗憾 酒后驾车 已经造成许多人死亡 及家庭破碎 不要心存侥幸 只要喝酒 就不开车 交通部关心您 一家值得您托付一生的头顾 顾得头顾 顾得头顾成就您的梦想 完成您的愿望 在投资的路上 指引您走向成功的方向 最专业的投顾 顾得头顾 入会咨询专线 02-2579-1155 02-2579-1155 最及时的股市讯息 最专业的投资分析 最顶尖的股市名师 都在顾得头顾新闻网站 及手机APP 关键字搜寻顾得1头顾 第一手资讯尽在顾得 免费服务热线 02-2579-1155 2579-1155 一家值得您托付一生的 头顾 顾得头顾 顾得头顾成就您的梦想 完成您的愿望 在投资的路上 指引您走向成功的方向 最专业的头顾 顾得头顾 创新务流服务